原标题 传给了弟弟孙权,而不是留给独生子孙少。孙策为什么要这么做?不把位子交给孙少。其一,孙少年龄太小。当时,江东虽然被孙策打下来了,但孙策亡故时才25岁,其子孙少的肩膀智能未必能藏得起统治和发展江东这大片地盘的重任。 毕竟自古以来,守江山远远比打江山更难。其二,孙策害怕外妻当政。历史上,一旦主政者的年纪又小,往往其母族的势力就会过大。孙策是个有本事的人,对当时的情况动若关火,他不想重蹈东汉后妻的覆辙,让自己辛辛苦苦打下了江山便宜的外妻。 其三,为妻儿留下一条后路。孙策知道孙权是什么人,他临死时这样评价自己的这个弟弟,举江东。 知众,绝机乌两臣之间,与天下争衡,轻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轻。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表面看,他给了弟弟很高的评价,实际上就是把江东的大权交给了孙权,让其地位与能力相适应,为的是消除孙权的夺权野心,从而避免可能发生的消强之祸。 展开全文孙权是什么人。孙策起兵的时候,孙权赡养兵客,且常参与商议计谋。 孙策感到特别惊奇,自认为多如他。 每当宴请兵客时,孙策常常回头看着孙权说,这些人以后都会是你的手下。 这不是赞叹,而是害怕,孙策早到就看出了孙权的知想,也清楚他将会到达的地位,那么当哥哥的,不如直接把这个地位给他。 东吴聚集文武大臣,有两个高峰时期,一是孙策借兵,启家道占据江东这段时期,周瑜、太室慈等纷纷前来效力。 二是孙策死后,到孙权征讨广赌这段时期,先后有鲁肃、诸葛锦等人,来投奔。 从孙权的用言来看,东吴的内外大权,基本上是掌握在后一批人手中。 这也印证了孙策的判断,把权力交给弟弟,弟弟就不会找自己妻儿的麻烦。 其次,孙策没有可以传位的其他合适人选了。 他的顾交仅有周瑜、太室慈等人,可惜周瑜虽有惊天伟地之才,却鼓掌难鸣,若孙策传位给儿子,周瑜很难保全孙策的家小。 至于太室慈不过匹夫之勇,想要对付孙权更是胜算很小。 因此,孙策把权力交给了弟弟孙权,避免了无谓的内斗,延续了江东孙氏的统治地位,也保全了蹊跷。 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小霸王孙策临死时,不得不对自己的弟弟低头,该有多么的心不甘情不悦,可是刑事不等人,他有什么办法呢? 令人深思的是,孙策之死有些蹊跷。 三国志认为是许家的三个门客所为,这是值得推敲,孙策整年在外带兵征战,行止不定,刺客怎知他的行踪。 再说,孙策外,初打劣势私事,外人很难知晓,许家门客又怎么会在那里守树带兔呢? 而且,孙家五兄弟中,孙策,孙继被人刺杀,孙匡藻族,孙朗被孙权囚禁终生,最后只剩孙权一人,再也没有人拥有可以和他相争的资格。 实在令人怀疑,当初孙策之死,有可能是孙权暗害的结果。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